这一幕看了真让人脸红 狼群小弟和狼后背着狼王偷情 闭锁环节竟被狼群其他成员当场撞破 公狼翔赶紧和狼后分开 几次蛮力拖拽 不仅没有成功分开 反而将狼后脆弱的生殖器 拽得生疼 狼群小弟围在周围面面相去 想要帮忙却无从下手 那么狼王要是知道了 今天这事肯定免不了一场大战 众所周知 狼群虽然成员众多 都是族群的一份子 但族群却由一只狼王代为统领 狼王在族群中的权力至高无上 所有的母狼都是狼王的配偶 只能与狼王交配 而其他的狼族小弟地位低微 不仅在进食的时候 有先后尊卑的差别 而且狼族其他公狼 压根就没有交配的权利 一旦狼群小弟和狼王的老婆出轨 这就相当于小弟向狼王发起了明确的挑战 狼王将会实行严厉的加法 将劈腿的狼族小弟咬伤 驱逐甚至是杀死 这群西伯利亚野狼刚刚完成了一次狩猎 族群成员大饱口福 俗话说得好 保暖私淫欲 这只刚刚吃饱的狼族小弟立马不安生了 族群中一只母狼已经发起 散发出的荷尔蒙气息就像迷迹一样 让狼群小弟兴奋万分 但碍于狼王的威严 其他小弟都不敢上前 但这只野狼小弟却不信这个血 牡丹花吓死做鬼也风流 自信满满和狼后走到了小树林 然后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即使被狼王发现 自己也心甘情愿 狼后和小弟被地里偷情 吸在了一起 反倒被狼族小弟当场撞破 那么狼王发现之后 又会如何处置呢 由于狼后和小弟是被地里偷情 所以公狼选择了速战速决 很快就草草了事 但野狼和狗都是犬科动物 在交配繁衍后代的情况上 是如出一辙 狗子交配会有半个小时左右的闭锁环节 而野狼同样如此 没想到闭锁环节还未结束 两只野狼干出来的丑事 就被狼群小弟撞破 小弟们好奇地打量着 这两只犯忌的成员转来转去 一只小弟甚至还想拿自己的爪子 扒拉他俩 仿佛要帮他俩解决后顾之忧 但却始终无法将他们成功分开 还好狼王没有回来 一旦狼王回归野狼小弟 将面临灭顶之灾 而这只黑狼 同样也做了对不起狼王的事情 擅自和狼王的老婆胡搅蛮缠 狼王和黑狼当场大出手 黑狼是狼群中非常强力的一个小弟 他也有自己生理需求 但是狼王长期霸占着母狼的交配权 黑狼忍无可忍 趁此机会决定向狼王发起挑战 双方一旦撕破了脸皮 就只有决意生死 战胜的一方将会获得狼王的地位 当然也包括获得与母狼交配的权利 而战败的一方可能要被圣者驱离族群 过上独自流浪的生活 甚至有可能被狼王直接杀死 连活着的权利都有可能被剥夺 但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 黑狼还是义无反顾选择 向狼王发起挑战 快看 这头黑狼浴火太盛想要交配 竟然向狼王发起了挑战 二头野狼打架咬的对方鲜血淋漓 但却没有一方愿意退缩 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 黑狼已经全力以赴 瞅准机会都下死口 此时没有比昔日高高在上的狼王 更加让自己心烦的对手 只要将狼王杀死 黑狼就必然能稳坐狼王宝座 获得母狼的芳心 而狼王战斗经验十足 对准黑狼的脖子顽命下嘴 4厘米长的狼牙 已经穿过了黑狼后世的皮毛 刺入了黑狼的脖梗 从个头对比来说 黑狼和狼王之间相差不大 体力应该也是棋逢对手 但黑狼刚刚和狼后乱搞 浪费了大量的体力 导致黑狼此时双腿发虚 没有全力应付狼王 只能找机会 对狼王的腿部进行攻击 杀伤力大大降低 在狼王的极限压制下 黑狼渐渐陷入劣势 而狼王在混战中也受了重伤 伤口处的鲜血逐渐渗出 染红了灰白的狼毛 与大型猫科动物狮子相同 熊狮在进行狮王争霸时 母狮是不会插手干扰的 而狼王争霸也是一样 两头公狼在进行战斗之时 母狼也在旁边围观 却不愿意上前帮忙 最终狼王凭借坚韧的毅力 和略胜一筹的体力将黑狼打败 黑狼夹着尾巴惨败逃走 而狼王此时也已经无力追赶 黑狼离开族群后 他的命运将变得跌宕起伏 而狼王则在生死关头 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感谢观看